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看起来像是一顿高档精致的中式套餐 其实这是给产妇进补调养的月子餐 颠覆药材黑妈妈淡而无味的传统印象 而是色相畏惧全 我刚开始生完的时候就是食欲不好 什么就是都吃不下 结果他们送来的时候都觉得 就是很清淡 吃起来很爽口 就一直吃 它是有就是中药的调理 可是会让人家就是很顺口 很舒服的可以把这个中药喝进去 最滋补也最需要功夫炖煮的药扇鸡汤 用到了川穹 段序 桑季生 杜仲 枸杞 红枣等中药材 帮助产妇调养子宫 只是很多人排斥苦涩的中药味 该怎么入菜变好吃 老板绿可欣是生了三个小孩的过来人 提味的米酒水就是妙招 到了米酒水之后 那我们就是等到米酒水滚了之后 那个酒气一趴的酒精都会发掉了之后 就是把这些药膳的东西放进来 然后它要熬制的久一点 熬制了三个小时之后 其实你可以看一下它的那个汤 它的汤的汤头是非常的 颜色非常的深 那它也很甘甜 然后肉其实也都有入味 把药材的味道熬煮入汤 并且选用耐煮的防土鸡腿 肉质带有嚼劲 香醇回甘的汤头 来自扎扎实实的小火慢炖 为了产妇健康 不能添加任何调味料 以前我妈都会炖什么失误鸡之类的 那个中药味都很重 我都不敢吃 可是他们家的就是中药汤 喝起来就是不会到很苦的那个味道 是顺口 然后有时候会有一点回甘甜甜的味道 让人食欲大开的 还有这道哨子豆腐 先把猪绞肉爆香 加入满满切丁的蔬菜拌炒 让营养更均衡 特色是我们会放的南瓜 因为南瓜是很好的排毒 抗老抗癌的食材 那另外来说南瓜这个东西 它有很丰富的纤维质 它也可以帮助我们的排便 另一道很下饭的料理 则是梅汁鱼柳 因为担心产后妇女没食欲 所以用酸丁啊酸丁的紫苏梅挑大粮入菜 开胃也开胃 月子餐你如果里面又不能放醋 因为放醋的话 它容易让妈妈觉得这个东西到底是酸了还是 就是口感上面 醋的东西很嗆 一般我们吃糖醋的东西 你就觉得那个味道很嗆 它紫苏梅它是比较温和的一种酸的味道 绿可欣还有独门手工菜 有编语市面上常见的番茄炒蛋 绿可欣把大红番茄挖空 果肉打成糊 把蛋液倒入番茄中做成蒸蛋 上头点缀虾仁和青豆 红黄绿的缤纷配色 让人食欲大开 绿可欣还帮他们取了一个梦幻的名字 月光饱和让妈妈们充满惊喜 因为我觉得它红红的很像月亮 所以就把它想了一个很可爱的名字 然后有时候妈妈看菜单的时候 它有点惊喜 月光饱和到底是什么 等一下看到的时候 而且我们就有点 还是有点像义式的料理 我们把它撑好之后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寿司 原汁的番茄酱的寿司 我们把它淋在外面 对于食材的营养 药材的药性 专业知识 撩若执掌 更有一份妈妈的贴心 因为54年次的吕可欣 本身是有10年资历的护理师 后来被挖角去卖婴幼儿奶粉 收视许多妇婴相关的一介人脉 10年前与医师合资千万 在细致开启月子中心 其实很多东西不是一来就会的 可能十几年来我们有中医师 我们有营养师 其实他给我们很多的指导跟指教 但因为我本身以前在医院工作 所以很多的医师都是我的老师 其实吕可欣敢压上自己 20年几百万的积蓄 也是因为忍受不了丈夫 长期家暴而离婚 为了要养活自己和三个孩子 才勇敢创业 只是没想到大女儿无法谅解 父母离异之后 可能我爸跟我妈 对我们小孩子都有一成愧疚感 所以他不知道怎么面对我们 本来原本一个完美的家庭 一世之间说破碎就破碎 我感觉到他以前接近我 就是当他们离婚之后 他接近我是害怕的 他不知道该怎么去解释这一切 其实这段时间我没有跟我妈 也没有跟我爸 所以我就是把自己当成是一个提早 出嫁的女儿 蔡允洁十五六岁就离家念书 吕可欣也就全力把心思投入在事业上 母女俩就像进入冰河期 那十年我们是连电话 就是连过年 我们都没有互相打电话 那有时候我真的会忍不住 因为一个小孩子我可能会打给他 然后就听到他声音 知道他还活着 电话就挂了 其实吕可欣对于宝贝女儿 不是不想联络 而是无暇联络 因为他的月子中心 在开业一年之后 马上遭到同业恶性检举 让他不得不封管改装 几百万的投资无法营业 等于付诸流水 每个月十亿万的房租 一切就是将近半年 他离开我们到台中去的时候 就是我爹几年最惨的时候 那我如果跟他联络 我要跟他讲什么 说你妈现在很惨吗 还是说你有没有什么 一两万可以借我 可是我后来十年后 我才知道说 原来他那阵子非常非常的不好 他不联络我 是因为他不想让我看到他的不好 那我后来有点气自己说 为什么身为女儿 我一位只顾自己的面子 可是我却没有 关心到他已经到那么惨的地步 不符合建管 消防 毕竟是自己不够了解法规 吕可欣停业期间 要凭二次立案 又需要两三百万的资金 原本就患有忧郁症的母亲 担心女儿周转不过来 低头去向亲戚借钱 却遭到无情数落 他去的时候不在 可能就是讲了一些 很难听的话 那我爸我妈那时候 看我焦头烂而已 不太敢跟我讲这件事情 那我当然不知道他们 就是为了我承受了多少的 委屈吧 那你要当女儿了是不是 是不是很该死 一连串的冷嘲热讽 成为压垮母亲的 最后一根稻草 让她想不开走上绝路 成了吕可欣心中永远的痛 结果我妈那时候就开始 她的忧郁症就更严重 她有一天她就突然找不见 不见 然后我们就在 我们家的那个楼梯的下 发现她一个人躲在里面 后来就找到了 然后隔了两三天 就又不见 那就是再也没回来 我们告别式的时候 摸完外婆的手 然后要进去火化宅 看不到她的时候 就是她是在里面哭得最大声 用尽神明的在嘶吼的哭 她就说 她很想跟外婆去 那你去哪儿 我很害怕 因为我知道忧郁症 其实是会遗传的 所以我非常非常非常的害怕 只要她打电话没有找到我 我一定会立刻回播 我一定会立刻回播 因为我很害怕她 哪一个不对劲 就做了一样的事情 我很害怕 然后她说她跟外婆去的时候 我说我们怎么办 对 我已经十年没有妈妈 我不想要再跟 我不想要未来也没有妈妈 就同样的想 我不想再说第二次 母亲奏事让家里陷入仇云惨物 原本疏远的女儿 开始破冰关心吕可欣 只是没想到过不到一年多 吕可欣的妹妹 还是走不出丧母伤痛 选择跟妈妈同样的方式亲生 离开人间 这对吕可欣母女俩 又是一次中极 我妈没有在跟我联络的那段期间 都是我阿姨照顾我 她就等于是 她比我妈跟我还要亲 我就觉得生命好脆弱 为什么我不能多关怀一点 她比我妈严重多了 她那时候 她是严重到一天要吃三十几颗 精神科药物 你知道精神科药物吃多了 人都变呆 我有时候看我妹妹这样子 你人的一生 你到底奋斗跟努力 为了什么 至亲接连的离开人世 月子中心也黯然收场 但既然这是母亲的悬念 吕可欣下定决心 一定要再把事业开回来 弥补心童的愧疚 你自己做了一些决定 或者是 你其实是必须要自己承受的 可是委屈了自己的父母 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我自己 吕可欣在2012年重启炉灶 成立月子餐的中央厨房 又让天上的妈妈看见 她把月子餐事业 经营得有声有色 像是这道八宝粥 就逐进她对母亲的浓浓思念 她一个晚上 她第二天大概要煮两个小时左右 可是你要注意的是说 你一定要不停地去咬 就是去把它搅均匀 不然它很容易锅底就会变糊了 然后吃烧焦的东西 对身体绝对不好 明目的莲子 捕气的芡食 捕血的黑紫米 以及消水肿的红豆 加滴滴 让这八宝粥补身也暖心 我觉得他们家的甜品都 不会到太甜 对 就很爽口这样子 然后红豆的那个颗粒都吃得到 粒粒分明 很喜欢 经过家庭巨变 蔡允杰也更加懂得提乱母亲 只要有工作空档 就会回家帮忙 结果啊 毕竟母女之情 血浓缕水 老人相处就像姐妹一样 没有隔阂 仿佛不曾有过疏离的十年 当她之前去副肉展的时候 我跟她说你什么了 一场特色 她说我只冲上去 我说那怎么办 要不要去医院 就是因为她已经做不理 所以她就说我自己塞进去 就像她的印象很好笑 可是那时候我听完 我真的觉得很难过 我就觉得自己都要塞起座了 为什么没有办法让妈妈可以 因为我还年轻啊 我又还不到退休的时候 不只疼爱女儿 吕可欣把产后妇女 和小权女性的身体 也当成是自己的女儿一样来补 因为她相信 助人好运会有福报 很多人都觉得我很勇敢 我好像遇到什么事情 我什么都不怕 你把我逼到死路去 我就自己想办法找活路 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 我其实现在最大的心愿 不是我赚多少钱 我希望我爸爸可以活久一点 所以我觉得真的要珍惜 跟父母在一起的机会 她手机萤幕的画面就是 我若不勇敢 谁替我勇敢 到现在一直都是这个画面 其实你不用那么勇敢的 你有我们 逝者已矣 来者可追 走过母亲与妹妹亲生的阴霾 现在的吕可欣 事业从谷底翻身 也重新修补了 与宝贝女儿的关系 继续把这份 宛容妈妈的心意 煮进每一份月子餐点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